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月7日星期五 今天招點有我周天偉和我Bonnie 朱婷軒 和大家討論今天的時事熱話 今天和大家討論兩件事 第一件包括了特首選舉的新動態 和Omicron幾乎令港府癱瘓 我們先討論特首選舉 立法會選舉過後特首選舉很快就來了 林鄭是否真的會連任 大家都很關注 雖然現在還未有人出來 好像想選 但是爆出政界流傳的短訊 就說很多人會支持林鄭連任話 因為她夠聽話 這個說法其實都幾特別 很明顯是完全放大忠誠這一點 也沒有理到其他條件 我們首先要討論 這是一個流傳在政界的短訊 真實性 什麼人發出 我們不要討論了 我們只是想討論 主要的項目是聽話這一點 如果這一刻還有人用聽話 來選擇特首為一個標準 似乎有點像是線中央 我們又想知道 做下一屆特首要有什麼條件 當然大家一定知道 愛國愛港就一定是 基本盤 公關能力 急市民所急 有承擔 貼地 懂得為市民帶來歡樂而不是怒火 是不是這些事呢 如果特首經常都氣到市民很生氣 你最近有沒有怒火 林鄭不知道是否符合我們剛才想說以上的條件 大家自己想想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向立法會議員提出五點希望 包括希望全體議員全面貫徹落實一國兩制的方針 和基本法做立場堅定的愛國者 支持監督政府的依法施政 做行政主導體制的維護者 做到要勤勉實務貼地廉潔 做到真正為民意而發言的代言人 要善於團結 協助 立法會會不斷提高效率和戰鬥力 勤於學習 提升參政議政的能力 不要只關掉橡皮圖章 現在要給很多善意的 批評也好 意見也好 都要 我們不是立法會議員 但我們很有善意 很真誠 如果我們看看港澳辦主任夏寶龍 所要求未來這屆90位立法會議員的五個希望 五個希望的時候 大家都會將這個要求放回選特首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不僅僅是這五個希望 應該帶給市民多點歡樂 不要說歡樂 不要那麼多怒火 大家都在猜 下一屆特首會不會有類似 有些人就傳說 是否會用比拼的方式 搏擊形式 對 可能是多一個特首候選人 大家看看到時又出來了 到時給選委選擇 還是像澳門模式一樣 一個入閘 大家都不知道 都猜猜猜 不過我覺得澳門形式的可能性都比較低 雖然周蓉說他覺得是會有可能 但我始終覺得 我們看我們歷屆的特首選舉 都不是澳門認識 還有香港要求的東西 都是希望有得選擇 對 沒錯 所以我們再加上 involved 包括1500人馬到立法會議員 有多少人會給林太票票呢 這就是一個大的問號 我們真的要下匯分解 我們這段時間很擔心疫症的問題 郭泰員工引爆兩個獨鏈 一個望月流群組 還有這個跳舞群組 維園跳舞群組 兩個牽連很大 我猜不到 尤其是這個跳舞群組 昨晚不僅做了一晚遺風 五棟大廈幾千人做了這個檢測 真的很厲害 幸好全都沒有負責 傳到什麼呢 大家都議論紛紛 就是一個名人的飯局 究竟會不會出現第三個群組的潛在危機 各界都很擔心 當然我希望各位都會沒事 最新消息是這場名人聚會 再多一個人初步確診 起碼已經有兩個了 據報道 第二個就是港台普通話台的主持人 當日他們夫婦一起出席 據報道 當晚兩個人分別在七點多和八點多到達現場 晚上就近九點半離開了 即是未必和之前初步確診的37歲女子出席的時間重疊 而昨天主持人又曾經和三個同事吃過飯 由於多了一個人初步確診 時段就橫跨了七點多去到十點多 入去築高灣的人就多了 現在超過一百名去過這場生日聚會的人都要送進去隔離 不只包括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 連警務處處長蕭澤儀 廉政專員白韻禄 入境事務處處長歐家宏等官員 以及十九位立法會議員都要送進去隔離 好像徐局長一樣 因為這樣就進去了 有什麼事 可能林鄭也要進去 如果不幸中了林鄭真的需要進去築高灣 疫情一宗都嫌多 大家真的要吸取一下這些教訓 真是一個反面教材 人多的地方都少一些出席 我也明白 大家都希望 不要只說什麼公關 全香港市民都應該以身作則 這次Omicron的疫情在香港爆發 其實我們可以埋怨政府 反應不夠快 這是絕對的 但也不可以不罵 首先是兩個空中少爺的違規播毒 更加要罵國泰的管理層 真的有很多問題 是的 我覺得這就是個源頭 首先我經常覺得 你真的覺得這些所謂的家居隔離 你真的覺得他們沒有出去偷吃嗎 難聽一點那句 偷偷地外出 只不過一路沒有爆發 我經常覺得人是不會有這麼自律 到了前段開始 如你所說 已經是有前科 在去年11月已經是有機師 國泰機師 中過了 你那時候也不去試一下 有漏洞 他嘗試修緊 或者改一改這些豁免制度 如果那時候 說回頭 如果那時候是有一點預知 不要說預知 應該不是預知 如果當日特首是好像今次那樣 快 狠 準 去決定 就要跟國泰立即要改他們的檢疫情況 根本就不會有今天的發生 沒錯 其實整件事就是 但我都明白為何要去到真的這麼巧 你看到外國爆發聲 20萬 30萬一日一宗確診 美國現在是100萬了 那時候我講的 從20 30萬的時候 你應該能確認到 大哥 其實真的去到 身邊的朋友的小朋友都中招了 在英國的朋友 你還不去做事 是真的要搞到香港有 你才來做是不是太遲呢 說真的一句 你不能經常想著 有些政策真是政府做得好的 譬如堅持大家一定要戴口罩 是的 可能在很多食肆上 就算疫情沒有那麼嚴峻 未有Omicron進入社區之前 其實在食肆上 都是要擺塊板 死人 都是要安心出行 雖然是遲些做 但是也不至於那麼壞 是的 我記得我們曾經說過 郭泰玩客機 去貨機 等到他的員工 可以變相 避免了隔離 當然對他們來說 人手會充裕一些 但是對香港整個 現在就搞壞了 其實我覺得郭泰這個 你到現在都沒有出來說過 你們這個政策 有沒有負上一個責任呢 你到現在都沒有交代 跟我們工作 我覺得這件事 我也希望郭泰要自己出來交代一下 你要有承擔 你越搞越大鑊 你身為管理層 都要出來說話 你只是個特首說 對這件事都很不滿意 跟郭泰的高層說 我覺得是不夠的 就算你炒了兩個空少 那又怎樣 郭泰自己有沒有責任呢 你不只是對自己的員工 你身為一個特首 其實大家在討論的點 就是為什麼郭泰不需要負上責任呢 現在雖然你說郭泰的員工回到香港 需要在七天的指定酒店隔離 我們經常都說 到疫情開始慢慢減回 穩定的時候 為什麼你們都沒有說過 接著是怎樣 又後知後覺嗎 不要後知後覺 然後又走回 縮一點又變了三天 然後縮一點又變回家居檢疫 已經告訴你兩件事都不合理 不可以自律 不可以加一句檢疫 因為你傳染給家人 你看媽媽多厲害 全部都很厲害 所以真的希望你們求求你們 早點想定下一步 不要去到那一刻才來做事 我們另外想說一件事 因為在這個綠田園餐廳 傳播鏈發現 這個確診的測量士的安心出行 是沒有紀錄的 幸好是靠他的八達通的紀錄 才找出這件事 你知不知道我想說 有個朋友是望月樓群組 在房間裡坐的 原來他說靠什麼找你 靠預約樓的電話號碼 原來都是靠這些 靠八達通 安心出行真是廢的 我覺得大家真的要認真地想一想 當那些人還走出來廢 說沒有私隱 你看原來一個沒有騙你的政府 安心出行真是沒有追蹤功能 幾大的漏洞 就算我們每個人這麼乖 去捉了這個安心出行 原來都沒有意思 他只可以告訴你 這間餐廳曾經爆發過 你們自己去檢疫 我自己去檢疫 又是那一隊 又靠你們自律去檢疫 你不檢疫 他又追不到 其實你講到底 你也是安心出行也好 健康碼也好 其實你一定要是實名登記 否則你根本就發揮不了作用 是的 我覺得沒有香港政府 我經常覺得有很多顧慮 做一點不做一點 其實你現在看外國 意大利也要強迫 好像不知老人家去打針 去強迫 為何香港不可以做得實一點 去到這一步 你再不去強硬一點 譬如我們來一個實名登記的安心出行 大家會減低很多活動 所以希望我拜託求求你 香港政府 當你還在說別人失望的時候 我都希望你們都不要令香港市民失望 做些事是比較實際的 不過我們由今天開始要捱十四天 希望這只是一個陣同 學特首說 大家頂住 總之六點後沒有堂食 但是大家真的要 千萬要小心 可以避免不去的 脫口罩的地方 盡量大家要小心 希望大家有一個平安的週末 健康快樂 今天的今天焦點來到這裡 下星期一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 下星期一再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